歡迎錄音樂 哈囉我彩克 很久沒有在這邊開箱 前陣子都是跑展覽 跑摘時都是在外面拍比較多 很久沒有坐在這邊拍影片給大家看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跟之前我們在玩的那個Cosbaby 還有範威系列都不一樣 是來自於皮克斯成全家成野獸國的三眼怪變裝派對 就是我們的這個 三眼怪我是還好 但是他這次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在展場看到 這是野獸國跟全家一起聯名出囉 我在展場看到的時候我覺得超特別的 讓三眼怪去穿上皮克斯各個角色 不同的那種衣服的概念 來做出這一組的公仔 這一組一共是12款 我們現在就來一一開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偷偷新開了一個 第一個呢就來剛剛已經偷偷開過的這個 我這個是料理鼠王 然後裡面呢 還會有一個皮克斯的地台 然後它不是普通地台 它是以前的那種巧拼 就是家裡面可能有小孩子啊 會有那種巧拼 可以拼一拼給小孩子一個緩衝的地方 然後它跌倒的時候 不會直接撞到地板 就是很痛這樣子 好 看完外面的皮克來看一下裡面 哇 它算是真的蠻大隻的 而且它因為它是料理鼠王嘛 它是老鼠 然後它身上穿的這個連帽 衣服 就是老鼠的毛皮的那個紋路 你只是去摸是摸得出那個顆粒感 而且 山椅怪穿上去之後 整個就超可愛的 而且它上面還有廚師帽 真的蠻大隻的 我放在我手掌上面看起來 分量是蠻足的 而且很重喔 它不是輕的喔 它是有重量 那地台呢 為了配合我們料理鼠王 就是它是一個灰色的 哇 一共有12個 我開超久的 第二個 紫色的 紫色的大家會聯想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 阿布 我覺得有點好笑的 為什麼有點獵奇感呢 看阿布在穿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有很可愛妹妹在穿 可是你看山椅怪穿著 山椅怪看起來就會有一種獵奇感 上面兩個眼睛也是有彈性的 然後後面呢 有一個像恐龍一樣的背景 也是可愛啦 而且它根本就是三眼怪嘛 這樣一加就變五眼怪 第三個 居然是那個 天外奇蹟裡面的那個阿伯 卡爾爺爺 但它眼鏡還是可以拿起來的耶 欸很特別耶 我以為它是坐實的耶 然後 你還可以 因為它是三眼怪嘛 所以它有三個眼鏡 可以這樣把它裝上去 因為卡爾爺爺 大家都知道它有戴眼鏡嘛 戴三眼怪眼鏡是三個 它把它做出三個眼鏡的感覺 我覺得好好笑 而且 它手上啊 因為它老人家行動不方便 它有拿著一個拐杖 可愛 第四個 來吧 有沒有 翠絲 玩具走那麼遠的 終於慢慢開始出來了 而且你看喔 三眼怪的那個天線 頭上那個角 還有一顆露出來 在它帽子上面凸出來 然後翠絲的衣服啊 牛仔衣服 牛仔帽 都有還原出來 可愛 那它的底座就是紅色了 這是第四隻 來我們的第五隻 來喔 黃色 天外奇蹟的那個弟弟啊 那個叫什麼 小螺啦 哇 沒有想到 它連小螺都有做出來 哇 童子軍耶 童子軍的那個領帶都有做出來了 然後還有帽子 帽子它是整個戴在後面的 太可愛了吧 而且它童子軍的那些揮章啊 全部都有把它做出來 只是細節沒有做到明顯 然後是一顆一顆顏色代替 現在已經看到第五隻了 白色了 啊 我想到了 插旗 應該是插旗 就是玩具走動員新的角色 也沒錯 就是我們插旗 看到那個手部的地方 跟之前的幾隻玩具走動員 它都不一樣 它是還有帶上 我記得插旗就是中間就是插子嘛 然後周圍是 它把它做成像手的樣子的那種感覺 也是一個算線吧 束線 它腳也有把它做出那種木的質感感覺 好可愛 可愛 終於開一半了 還有六隻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NEMO 剛剛講第二次 因為剛剛相機自己停下來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自己錄到什麼程度的相機 就是有這個缺點 沒關係 就是我們的NEMO 而且一認 馬上就可以認得出來是NEMO 這個顏色 小丑魚的顏色 地台也有對到 就是一個橘色 可愛棒 再來 來吧 第八個 是我們的巴斯 巴斯光年 但老實說 以山影怪的變裝派對來講 我覺得巴斯的造型 並沒有其他 是因為本身造型的關係 並沒有他們造型來的那麼的驚艷 它就是穿著一個太空衣服 巴斯經典的太空衣服 其實造型上面也是可愛 只是會比較單調一點 再來我想蝴蝶應該快出來了 這是什麼 是毛怪 欸 超可愛 超可愛 這個大家看我剛剛表情都知道了 其實我也是蠻喜歡毛怪的 欸我覺得毛怪我喜歡 有中 因為它毛怪嘛 它外面的表皮也都是粗糙的 可是也有毛怪 不自己本身那個顏色特色在裡面 重點是它的手啊 還是像恐龍一樣 這樣爪子的那種感覺 然後尾巴超可愛的 毛怪我喜歡 這個我可以 第10隻 拿一下我們地盤 喔 我知道了 猜到了嗎 就什麼了 熊豹哥 有沒有看到 它還除了一個拐杖 熊豹哥是我們在我們玩具總動員山裡面那個反派 它好像有一個稱呼叫草莓熊 然後熊豹哥的眉毛啊 山影怪的頭頂部也有把它做出來 耳朵都有做出來 根本就是一個人套在那個太平熊的 那個毛茸茸的連身衣裡面 那底座呢就是桃紅色的 最後兩個 這顏色 它是那個玩具總動員裡面那個寶貝 玩具總動員試的時候它有出現 而且細胞蠻重的 它叫寶貝 它那個髮型都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配那個山影怪的表情 我覺得超好笑的 這個還可以啦 我覺得是因為 看起來有點好笑 而且後面還有它那個披肩 胸口前面還有一朵瓜 最後一個 就只剩那個啊 不用看了啦 咖啡色 我們的胡迪終於要出來了 欸可愛 我覺得可以 它的造型 後面還原胡迪的那個衣服 它後面喔 胡迪可以拉嘛 它後面那個是可以拉的 還有一個扣環 然後景徽 胡迪的景徽 跟褲腰帶 還有重點 牛仔帽都有出來 然後手是一個這樣子 歡迎光明的一個樣子 終於開完了 12隻 這12隻 它的特色其實都有做到 以造型上面來說 12隻裡面 我最喜歡的 就是毛怪 超可愛 它這一次做的其實真的是蠻用心的 是野獸國跟全家聯名合作的 然後它這個是蛋集系列 跟全家聯名合作 蠻特別的 有喜歡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看能不能購買 趕快把它買起來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也歡迎訂閱我頻道跟分享 打開小鈴鐺才會說 這裡也信 明明中之後我們下期見 掰